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法谷节目 逢年过节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家家户户 准备了很多的供品 来供佛 拜神 祭祖 拜天 或者是拜好兄弟等等 那么有的寺庙呢 在法会期间也会准备供菜 供饭跟水果 来供佛或者是超见王者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那么究竟供菜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不是供的越多 越有感应呢 佛教又是如何看待供品呢 供品的这个来源呢 在原始的民族啊 叫做牺牲 原始的人类啊 都是以游摩为生 或者是呢 以打猎 来作为他们的 生活的唯一的方式 但是呢 他们也会啊 对于祖先 或者是对于啊 神灵 我们要产生了 畏惧 就是为天 敬神 这是啊 所有的 原始民族 几乎是共同的信仰 因此他们为了 对于神的恭敬 又怕触犯了神明 所以是打猎 之后呢 如果 这个 每天呢 都供的 这个好像很少 我只是看到 记载里边呢 就是文献的记载里边呢 原始的部落啊 这是逢年过季 他们也有季 他们一年之中啊 也有几个季 或者是呢 为了要举行 举办 一项什么样的 大互动的时候 他们先要祭神 那祭神以后 由神来保佑他们呢 完成他们的心愿 要做的事情 要办的 什么样的大事 因此呢 他们用什么供呢 他们自己吃的就是 动物 没其他的东西 因此呢 就是 整直的 野兽啊 杀了以后 就供 这是呢 表示说 对于神明的啊 一种啊 恭敬 或啊 表示对于神明的 一种奉献 希望取得 神明的 欢欣 或啊 保护 这个目的是在于此啊 那么对祖先的供养 也是呢 相信祖先 人死了以后 还有 他的灵灾 那自己就 在后辈的人呢 把这些祖先 当成了家庭的家族的保护神来看 所以是呢 也供他们 那么在这个 现在的人呢 我们已经从这个 这个游牧社会 变成农业社会 变成工商业社会的时候啊 是不是还需要 说自己 拿一只猪 拿一只羊 杀了以后再来供 这个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必要 那是不是要供呢 我们佛教徒 是为了 对于三宝的 也就对佛法身 我们说信仰的对象 表示尊敬 因此呢 我们要供养的 供的时候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 并不是拿了很多东西来供养 就是对于啊 灵体 就是灵界的众生 我们也不失的 不失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用七厘米 这个 这个七厘米啊 就念经念咒 然后呢 愿这个七厘米 使得 所有一切的 灵界的众生啊 都能够得到满足的 得到了这个 好像吃饱了 实际上是他们精神上 对他们的一种啊 安慰 以及呢 精神上 给他们的啊 一种啊 满足 而并不是 真的他们有 肠胃在那个地方 因此呢 在佛教来讲 祭祀并不反对 共神也不反对 但是呢 所以说怎么样子 要用多少的东西 越多 好像是 越能够取得 神明 从祖先的欢喜 而换取到更多的保佑 这在佛教来讲呢 不赞成 不过呢 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一些鬼神呢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能够想要吃到 但是他的满足就是说 你对他的恭敬呢 是这么 用这么大的心 用这么大的力 供养那么多的东西 他觉得你对他非常的重视 你对他吃这么的用心 那他对你的确是 如果要找你麻烦的呢 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那如果你要求他保佑你呢 他真的能够保佑你了 所以有一些神鬼灵啊 或者是灵界的神灵啊 他们正式的希望 你的东西多一点好一点哦 也有曾经呢 有一个轮坛的 这个福轮的 这个一位先生呢 也是个巨师吧 他到我们农场室来讲 他说 神说 到你们这边来都没东西吃 农场室供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到农场室来吃不饱哦 这个是在过去是这个样子的 曾经有过一次这样子 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改 我们还是供的很少 我们呢 以诚心 以伏法 来 来操作他们 或者是以伏法的道理呢 来感化他们 来感动他们 使得他们呢 心里边呢 少一些啊 苦恼的执着 而能够从复法 得到了一些平安 他们的 他们就是神呢 也能够在这安定的时候 我们人间呢 我们人间呢 也会得到平安 至于说 共凭多少的 这个限制啊 或者是要求呢 对副教来讲是没有必要的 而以虔诚心 非常重要 那你对于他的恭敬 重要的恭敬啊 够了的话 那你共凭多少 没有关系 我们人间也听了说啊 理清 情义重 千里送额毛 这个人间是这个样子的 何况是神呢 因此呢 在我认为 也在副教的立场 来看呢 最好少铺张 那对神 对人 都是比较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